陪同行政院长视察社宅 外界关注侯友宜 是否也快要卸下市长职务 面对民进党版的大局条款 急需帮忙解套的侯友宜 现在有连胜文主动出击 连带侯最常被质疑的两岸国际论述能力 都挂保证说绝对没问题 过去 我说过去这四年来 我跟郭总长其实没有什么互动 话都没讲过一句 私底下的侯市长听他评论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他其实很有想法 先前才喊话欢迎郭台铭回党 如今又替侯友宜缓解争议 甚至抛出合作对象 也包括柯文哲 我绝对是国民党里面 对老柯大概是最有意见的人 但不好意思 为了国民党 即便是这样我对他再有意见 我们都愿意跟他谈 到底谁才是国民党最主义人选 朱立伦说会跟各县市首长来讨论 也许就是这时机能让侯友宜转变身份 我相信党有党的步骤跟方法 我们要给予尊重 最重要我是地方首长 掌握民意优势 侯郭强强对决 但相较于侯友宜不断有人力拱 迟迟等不到国民党橄榄枝的郭董 除了偶尔在网络发文获得关注 几乎不再现身荧光幕 选举不是靠脸书当选 没有人发脸书当选 那这样我雇一个脸书团队来 我们就赢了 还是要自己出来 真的选举是要很积极的 要这个 没有多少时间了 究竟要选还是不选 过后两人扶上台面 却没动作 恐怕也动摇支持者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TVBS新闻刘俊 张佑柯台北报道